入境署派出四名職員 晚上陪同十名 埃及而氣球意外遇難港人的家屬 前往當地善後 親屬都沒有露面 另外醫管局三名心理學家 和一名護士 另外還有三名聖警遊職員隨行 乘坐午夜的航班 前往多哈再轉機開羅 入境署說 埃及政府將九個遇難者的遺體和遺物 由落屬而送到開羅 家屬是直接到了開羅 到時我們會匯合 中國駐開羅大使館的職員 及外交部的一個小組 就會聯合一齊 向遇難港人的家屬 提供一齊可行協助 其間我們的工作包括 協助家屬處理遺體 辨認遺物的工作 甚至是一些 簽罰死亡證的事宜 我們都會盡量提供協助 入境署又說 會按家屬意願處理遺體 聖經遊晚上公佈 九名遇難者的名單 只是有英文姓氏 有四男五女 分別來自三個家庭 年齡介乎33至62歲 當中有三個人姓何 兩個人姓潘 其餘亦陰聖道 聖關聖鄧和聖少 香港天道記者文家後報導 香港天道記者文家後報導